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史书 收藏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不少人在手头富裕之后就会开始去投资一些古董 因为古董行业的利润确实是非常高的 在玩古董的人群中经常能够流传这样的故事 某某人花了5万或者10万逃到了某件好宝贝 在手上把玩了一阵之后,转手就卖出了大几十万 然而这个行业也是风险非常高的 毕竟在古董市场上充斥着赝品 没有一定的眼力和经验是不行的 同时玩古董确实还得具备一定的经济势力 因为好多古董的价格都非常的昂贵 就在前段时间播出的健保节目中 就有一对这样的夫妻 男人是个喜欢玩古董收藏的人 有一次在古王市场上看到一块石头 心中十分喜爱 但是对方开价20万 男人再三思考之后 就用自家一套闲置的房子做价20万 跟卖家换了这块石头 在小县城一套房子大概也就只这个价格了 回到家中之后跟他老婆说了这件事情 他老婆一听当时就不乐意了 认为他老公正是在糟蹋家里的钱 俩人因此还差点离了婚 正好前段时间的健保节目热播 男人就拉伤自己老婆 戴上自己的石头 来到了节目中 目的就是想让专家们给自己证明一下 自己的判断有没有错 在男人拿出宝贝之后 在场的专家们都惊呼不已 因为男人带来的是非常罕见的田黄石 在收藏界中有一句话 一两田黄三两斤 而男子带来的这块田黄石份量不小 按照专家的股价 起码能值200万以上 这下单于是十套房子的价格了 男人的妻子听到这件事情后 也喜笑颜开 知道自己的男人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